HELLO 各位回到STAR CESO channel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个星期我们的占卜视频又为大家呈现出来了 那今天我们的占卜主题是送给目前单身的朋友们的 我们的问题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2021年的下半年会脱单吗 是怎样的相处怎样的人呢 那给我的建议指引是什么 希望呢通过今天我们的塔罗牌 帮大家看一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情感的能量是什么样的 我们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人跟我们重新坠入爱河 那我们也会在塔罗牌以及神语卡当中 把大家找出适合我们的建议和指引 虽然人海茫茫 那虽然我们每天都有许多的事情要去处理 许多的功课要去做 但是相信真爱以及爱情这个课题 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 相信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只要张开自己的双臂接受宇宙的能量 大家都会有一个感情上和生活上的好运势 当然啦 有可能我们在目前的一段时间会比较辛苦 有可能一段时间会局局独行 但是每一个人生的课程 每一个阶段的课程 有可能都在不断地历练我们 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去寻找大大一个符合我们的对象 希望今年下半年大家的感情厌世 都是和和美美的 好吗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环节 那在我们面前重做到有同样13副组牌 那为了方便大家选择 我们今天的参照物是花朵的明信片 那因为组牌的牌面呢 应该就着几幅嘛 所以几乎相同 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下方的参照物来进行一个选择 我帮大家把花朵的明信片拿进一些 供大家进行感应以及选择 那我们最左边的一幅组牌参照的明信片是粉色郁金香 好 我们中间的一幅参照的明信片是紫色的冰箱花 好 我们最右边的一幅组牌参照的明信片是银杏 黄绿色的叶子 蛮可爱的 好的 哪一幅组牌是对应到大家的能量呢 那哪一幅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的呢 凭借自己的第一直觉 那一个选项就没错了 好 选好的朋友们 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毒牌吧 选到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幅组牌参照明信片是粉色郁金香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吧 选到我们的第一幅组牌的朋友们 我们的卡牌都已经抽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2021下半年的脱单手册 因为钱我会脱单吗 是怎样的相处怎样的人呢 以及宇宙给我的建议和指引 那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脱单单元当中 要帮大家通过塔罗牌先看一下 下半年会不会脱单能量是怎样的 我们也会通过其他的神域卡 以及天使卡帮大家找出啊 这段关系当中 首先是怎样的相处和怎样的人 再者就是我们会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 希望可以帮助到第一组的朋友们 那在今天的这个卡牌当中啊 我感觉到第一组的朋友 在下半年当中 尤其是今年的10至12月 你脱单的几率是非常的大的 我感觉其实你们脱单的这种能量 就在你们的身边了 有可能在你们的目前生活当中 有非常繁重的一些工作 家庭任务 课业 或者说来自于你双亲方面的这种压力 比如说他们的健康 比如说他们要去管理的情绪 有可能一段时间都会让你感觉到 目前你需要去focus在这一边更多 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 如果你们现在正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 你们其实正在让自己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我觉得这段时间的你们 尤其在下半年开始到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之前你们所积累的能量 一些你们去付出的努力 都正在渐渐的出现回报和结果 这些结果有可能在之前的一段时间 你期盼了许久 但是一直迟迟没有来临 不过在今年的下半年当中 尤其是秋季到来之际 你会发现 生活和这个宇宙对你是非常公平的 你想去期待的事情 正在渐渐的浮现在你眼前 正在渐渐的具体 变成一个实相出现在你的眼前 关于拖担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机会有可能 由于现在的生活当中 一部分的朋友 你们在工作家庭生活 这几点一线或两点一线之间 有可能你们没有感觉到 周围的人际关系在扩大 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人在你的眼中 不过其实我觉得 目前这个人离你非常之近 他和你之间的这一种连接 其实是随着时间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这个 时来运转的能量过来 会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新的人 那女生朋友呢 我感觉到啊 这个陪你脱单的人 他有可能比你年纪稍小一些 或者说他是一个类似于 外表老成 但是内心很活泼的一个人 内心很青春的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是有一些 灵魂伴侣潜质 或者说你们是可以非常平和 非常融洽的去沟通 以及交流的 我觉得其实在今年的下半年当中呢 第一组组排的朋友 你们的问题 或者说你们的任务 除了生活 生活以及生活之余 让自己去调节一下 身心状态以外 再者就是在情感沟通这一层 顺其自然是你们目前最大的一种 需要去看到的能量 我觉得这种能量展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们会发现 除了在感情这件事以外 你的工作 如果客业 你目前的生活状况 身体状况仿佛正在走向一个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定的过程里边 这也是宇宙在告诉你 第一 二 一组组排的朋友 目前的当下 当你的状态 调节到一个平衡 平和 甚至你的身体状况 身体机能在 焕发生机 你在这段时间之内 越来越喜欢自己 越来越喜欢去走出去 跟人交流 有可能这个桃花能量就开始开放了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 大家除了脱单以外 你们个人的一些 关于财富的问题 关于事业的问题 也正在不断的升级和扩大 在你们生活里边 有可能你们面临到了很多 良好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升职加薪的机会 比如说在职场当中 你更加拥有经验了 你会发现自己更加 手到擒来的 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啊 你这样的能量 真的吸引更好的运势 来到你周围 那如果当下你期望和愿 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是一段情感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也会乘着你的能量 乘着你的频率 来到你的世界当中啊 好 这是我对于这套牌的总结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指引牌 今天我们抽到了是 Earth Magical 我们今天抽了 抽到一张Waterfall Earthless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瀑布啊 有可能是在山间的小溪 然后山间的这种小小的泉水啊 一点一点汇聚 变成小河 然后在山崖 就断崖的地方落下的 根据地球引力的作用呢 瀑布会 从一个平稳的能量当中 直接倾泻下去啊 这套牌告诉我们什么呢 有可能在之前大家从小溪 互聚成小河 小河会成大河 到这个穿越这个山谷的过程当中 你们经历了许多 有可能也经历了许多你们的 面临的感情的作者 生活的问题 不过这个过程都正在让你们变得更加强大 当你们的水聚在一起 当你们所积累的经验 你们所积累的种种 获聚在一起 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能量 推向你们到你们想要的结果去 而到了这一个层面 或到了这样一个位置 很多朋友你们不需要让自己付出太多的努力 而是之前你们的积累 真正的把你们推向了你们想要的结果 和想要的一个生活层面当中去 其实我觉得这张牌让我感觉到很畅快 你们目前的一种感情经历和感情阅历 或者说目前你们正在积累压抑自己的情绪 其实就像正在汇聚的小夕和小合一样 当你们真正到达了那个对的位置 你们会发现你们所期盼的种种 一下就来临了 我觉得其实第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能量让我感觉到 目前有可能你们的生活里边是要有压力的 而且你们也是有重心在去排解一些困难 不管是工作当中的 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阻力 对于你们来说今年10月过后 你们会发现你们的 比如说跟家人的互动更加平稳平和了 而你自己也在事业当中有所突破 甚至走到了一个稳定 而又焕发能量和生机的位置 这个时候的你就很像是绽放的花朵 非常的成熟 也非常的吸引人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也会感觉到你更加拥有了一种底气去面临任何一个人出现在你的感情世界里 现在的你会感觉到因为我绽放了 这一次出现在我世界中的人 我有把握去吸引到他 有把握去跟他完整的去维持 维持和进展一份 就是说 彼此相依的恋爱 我觉得其实这一段能量让我觉得第一组组排的朋友 你们会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一个人的同时 也更加符合了一个更好的人 也就是说 当你们变得更好了 那符合你的人 他当然也更好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里你会发现 其实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段脱单之旅当中 有可能在秋季十月左右 你们会发现身边有些桃花 有可能你们会面临两个左右的选择 不过其实我会感觉到 女生朋友来追求你的人 恰恰就是那一种比较潇洒的美男子 或者说他会让你感觉到一些很新鲜的活力 所以说你是被动的 有可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又会发现 跟他无论是在 有可能是工作当中认识 也有可能是偶然遇见 跟他的交流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他对待你的热情指数会越来越高 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他和你的星座 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 有可能是不同心向的人 比如说我觉得这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星座 我觉得你们的土象火象非常强 再者就是一部分朋友 你们是天秤座 选择到的这一组 那男生朋友你们偏风象偏土象 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感觉到女生朋友 如果你遇见了这一个脱单的对象 他应该是那一种在外表上也好 在言谈局上也好 比较活泼比较潇洒 然后比较幽默的这种可以吸引到你的人 但是你和他的这种交往 是需要一些时间去不断升级的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对待彼此的吸引力是比较强 所以说你们这一段遇见 让我感觉到也是在恰好的时刻出现 那男生的朋友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看着一个脱单对象的话 无疑 你生命当中比较有分量的女性要出现了 并且有可能这是一段正缘 所以说在当下一段时间也会 作用到你的身上 有可能你在这段时间之内发现 自己愿意对一段感情负责了 我愿意去落定下来去思考和看待一下 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段交往是在你们 想要去真正稳定感情 以及想要去拥有一个 更加稳定的生活状态 比如说我要去跟一个人居住在一起 或者说我要跟一个人真正结婚的 这样的一种出发点去看待这个人的 这个女生呢 我觉得首先她的条件以及样貌都非常的不错 她是偏图我星座的人 然后我感觉到其实她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实力 首先在财富指数方面非常的不错 再者就是她是一个对待生活 对待这个宇宙非常有热情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在她出现的那一刹那 她很敲打你的心房 或者说她很打动你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偏天平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之间是非常浪漫的 有很多我觉得是情绪和情感上面的互动的 更多的时候这个女生有可能被动一些需要你去努力打动她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看到脱单的对象呢 她一旦出现你就会发现呢 你自己的这种你的心轮正在被打开 那你的其轮你的本我轮和你的太阳轮正在慢慢的去释放能量 这种能量什么样的温暖的自信的 而且让你更加感慨和热爱生活的 让你发现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挫折 正在被宇宙所赐服 或者正在被宇宙照耀 那我觉得其实这段关系 一部分朋友啊 他连接到你未来一段时间的成长 一部分朋友连接到了你精神灵魂的成长 也有一部分朋友连接到你未来的一部分的家庭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 我觉得有六成左右的朋友是正元啊 所以如果你们的年纪已经到了一个寻找正元的时候 而不是说我现在还在一个人生的初始阶段去探索感情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以这个样的一个方式去跟他 共同进步 或者说试着跟他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感情状态里边 你们会体验到很多很多好吗 OK 那我们呢 现在通过这个谈论能量帮大家先解释了一下 然后会不会脱单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然后是怎样的相处怎样的人的这个问题 我们会结合下面的这个神域卡 今天抽了一套原型卡抽了一套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人他身上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可以被你所喜爱 可以让你去倾慕他 好吗 OK 我们看一下今天抽到的原型卡 Advocate 第一套组牌的朋友啊 我觉得其实这一个人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地球守护者 或他是一个lightworker 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同情心 而且可以为其他人去奉献的人 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会有一种悲天敏人的情怀 而且他会付出自己的情感 周围无论是朋友 亲人 还是他们的事业合作伙伴 只要这些人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去奉献自己啊 到一个 我觉得他们会到 冲在第一线吧 去帮助他们身边所需要他们帮助的人 然后这个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 也很传统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 是不是在一味的牺牲自己 或者说一味的再去附和呢 但我觉得不是的 这个人他心中就会有很大的热爱 所以他的爱会体现出来一种 对待周围人的悲悯以及慈悲的情怀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很善良 再者就是他很传统 再者就是他其实对待跟你的关系 也处在了一个在不断奉献自己热情的一个能量场当中 那我觉得呢有的时候这个人性格当中也有棱角 或者他有自己的执拗和坚持 但是我觉得当你和他真的的互相走到彼此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热 很多很多的温暖 然后有这个人出现 你也会发现呢 自己在人生当中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想法 是可以被肯定 而且是可以被拥抱的好吗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动物精神卡 我们先抽一张B-Spirit 蜜蜂精神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身上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能量 他其实是一个很勤劳也很努力的人 并且我觉得在生活里边 他会不断的用自己的努力啊 做出蜂蜜来 所谓的做出蜂蜜 我觉得其实他每做的一件事情 和每天去安排的一些事情 都会给他很多的动力和希望 让他去不断的延续他生活当中的目标 这个人他很有组织性 也很有纪律性 他做事情非常的 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调理 而且非常的快速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 他身上有很多很好的精神和品格 并且呢 他的物质以及他的生活状态 都是非常平稳 甚至超出于平稳状态之上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 让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然后感觉到他身上 有很强大的一个热的能量 他有可能偏火像 或者他偏土像 所以说他的能量是比较接上地气的 也就是说他就跟这个地球的扎根 他在这个地球上去 不断的作用和工作 以及付出自己能量的指数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在这样的人的一个能量场之下 你一旦和他接近 你会发现你愿意和他去 延展一顿一对一的平稳的感情 并且你会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你跟他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对待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待未来的这种勇气和激情 好 那在怎样的这个怎样的人呢 这个问题之上 我们也分析一下他的相貌 那如果是女生朋友的话 首先我觉得这个男生他是身高偏高 再者就是他的气质是比较清新的这种类型 一部分的女生朋友 你有可能会遇见比自己年龄稍微小一点的 偏风向偏天平座这种对象啊 然后这个男生我觉得在生活当中非常努力 再者就是他有一颗非常传统的 家庭观念的这种态度吧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人在和你教养的过程里面 你也正在一点点去观察他身上的好和不好 你正在去接受他 而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宝库一样的人 就是说你越接近他 你会发现他不只是向外表上 比如他不是一只绣花枕头 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 值得你欣赏和钦佩的优点 那再者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可能 在生活里面正在处在一个事业上升期 然后他原生家庭的父亲 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需要他去整理 再者就是我觉得在你遇见他的时候 他有可能也正在一个刚刚创意 和刚刚进入工作的一个时期啊 我觉得他在不断的去挖掘自己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也需要你的提点和建议 所以说你的存在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是一个他非常重要的建议者 然后你也是一个他对他非常重要的 可以去疗愈他 可以去帮助他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你们的交流是非常平稳和平等的 好吗 那关于男生朋友呢 如果你们抽到第一副组牌 我觉得首先我们看到了 Queen of Pentacles Queen of Rhodes 在这一边 这代表了你会看到 或者说你会发现呢 这个陪你脱单对象 首先他外形上来说既典雅又性感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自己品味和生活品质的人 我觉得这个一个女生 他首先在自己的生活轨迹当中 应该是一所企业当中 职位不错的一个人 或者说他已经做到主管级了 然后这个女生其实在生活里边 或者说女性能量吧 在生活里边 你会觉得他非常适合当一个贤妻良母 而且他并不只是一个贤妻良母 他也是一个奋斗事业的女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不错的人选 那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会觉得你和他有可能都到了一个 事与谈护伦带的时期 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 相处当中 很多都可以去把自己目前生活的状态 给对方看 或者说你们可以去展示自己生活当中的 非常真实的面向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交往当中 你也会发现 你和他的事业轨迹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并不相同 但是你们也会往往愿意走到一个事业轨迹当中 这代表了你们适合于一起创业 适合于居家 适合一起组建家庭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脱单的能量当中 也有很多朋友在今年的年末会遇见 有可能一部分朋友 我觉得三成的朋友 你们在今年的10月之后 如果没有见这个对象的话 那在今天年尾 如果家庭组织了聚会 或者说有长辈 愿意介绍给你 让你去相亲的话 你不妨去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不要排除生活当中这个可能 因为其实你的这个脱单对象 他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忙碌于工作和生活 中规中矩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 当他真正的投入工作当中 像工作狂一样的话 他和你都没有办法去打开自己的雷达 寻找那个对的人 所以说不要去排斥这些机会好吗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段能 情感的能量让我觉得 是你们人生当中可以去坚持 或者说可以去 在人生当中一起走很久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如果你等待这个人很久 我觉得第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很 你们很像单身贵族了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等待这样的一个人很久了 这个人应该会在今年的年尾出现了 OK 那这是我们对待这个人的分析 那相处的 关于相处的这个问题 我感觉到啊 他很符合你 为什么有可能之前你会 兜兜绕绕的发现很多生活里边 跟你并不适合对象 但我觉得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 无论男生女生 你们的标准都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不太容易去 轻易的陷入一段情感 那一旦这个人陪出现了 他可以陪你走很久 这个人出现了 我觉得有可能他会符合到 你身上很多对待感情对待 爱情的想象 或者说他符合到你很多非常 简单以及硬性的条件 客观的条件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也会发现啊 自己的这个能量正在变大 或者说你正在变得更加独立 你的生活正在变得更加立体 那宇宙仿佛 我给你打开了这一扇门 让你和这个人一起去走向你们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段拖拦能量 让我感觉到还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能量 让我感觉到并不像是一段浪漫的奇缘 但是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和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小片段 对于你们来说都是非常温馨的 而你们在这段感情当中也会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感情并不是惊心动魄 有的时候真的是他像是蜂蜜 像是水一样在滋养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种润无细无声的能量 你是更需要的 我觉得其实第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一部分人在年尾 或者说在明年春天会闪婚 所以说我觉得当你们真正的 比如说你们到了一个失婚的年纪 然后期待也很久了 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会出现的比较及时 或者说这个人出现了之后 你也会发现 哦原来这原来就是他 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我觉得其实你和他都会为了生活 为了跟这个人一起进行感情 或者为了未来的一段时间 可以去拥有更好的一个 两个人交往的平台而去努力 我觉得你和他有可能在生活里边 也会更加的去付出耐心与行动 一起去滋养你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交往 你们之间的这种相处 让我感觉到都是非常善的一种能量 这是一段善缘 或者这是一段可以扬升你频率的缘分 很多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前置 跟你是精神伴侣 他不一定完全和你相同心做 他有可能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 或者经历的一些事情跟你都不大相似 但是我却觉得 其实这个人他更像是你的 就是你在世界上去寻找的 你缺失的另外一半 他可以去补足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缘分第一组所排的朋友 你们可以就是说 你们可以去享受 也可以积极的去把握 那当这个对的人出现 你们做一切事情都是没有错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敞开自己 不要有太多的恐惧感好吗 OK那我们最后看一下今天的神域卡 看一下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样的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抽到的 Vism of Verical 看一下这段关系是什么样的一段关系 我觉得这段关系当中 我看到了很多关于你们的宿命 关于你们的业力 关于你们前世的种种 所以这个人的出现一定不是偶然 那我觉得其实这张牌的朋友 你和他在相处的过程里边要注意点 就是你和他有可能拥有不同的经历 你们有不一样的对待情感作用的模式 你们有不一样的方法 但是之所以你们喜欢这个人 也是因为他这样的存在 所以尊重这个人在当下 他的所有 而且也接受他的所有 你会发现其实你和他的连结 正在不断的加深 这也是这个人带给你的课程 你和他是一个拥有命运作用的关系 拥有业力作用的关系 但是你和他是一段 我觉得让你可以去学习更多 了解自己更多的缘分 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 其实当你真正的打开心扉 去接受了一个跟你不太相同的 个体的存在 你也正在让自己去更加博大 更加去包容 那这个时候宇宙回馈给你的能量 也是更加博大和包容 有厚重感的爱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 他跟你非常的相配的原因 是你们不同 所以说你们会在彼此身上看到 属于自己的那个缺失一半的 影子 这个影子有可能也是你们在人群当中 人海茫茫当中寻找已久的 当你真正的去用一种随意而安的心态 在这种交往 在这段交往当中去调试自己的视角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善缘是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 我觉得第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着手去 处理掉自己一些内心深处的刻板印象 或者说我对于情感的一些 我不得不去关注 和我一定要有的这些条条框框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出现 可能会打破一部分你的规则 但是他一定会在你的料想之中优秀 也在你的料想之外给你很多补足 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好的业力关系 并且你也要坚持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的人格魅力 你的特质也正在不断的闪光 好吗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所抽到的 tru love reading cards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正 算是正缘 或者算是我们脱单对象吧 到来之前 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正缘到来之前 我们应该调试自己什么 我们今天抽了一张 reparenting yourself 我觉得其实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需要去focus 就是内心小孩 和你们童年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有些朋友有可能知道 自己原生家庭和童年有问题 但有一部分朋友 有可能你们的父母也很关爱你们 那一些问题有可能只是沟通罢了 或者说你们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当中成长 但不管如何 你们那些小孩正在呼唤你们 去给他一些关注和给他一些关照 他需要你们去抚平一些 他现在正在去纠结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是 从你们童年当中带来的一些 在你们性格层面和你们性格当中 目前缺失的那一那一个部分了 那有些人如果你们的 就是说原生家庭里边 有一些非常硬性客观的问题 那这些就先放下不说了 如果有一部分朋友你还感觉到 就是说不太了解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比较急躁啊 打个比方 那有可能或者说你缺失安全感 那有可能是在儿时的时候父母 很缺乏给你的陪伴 你会觉得自己总会希望 能够在别人身上发现关注 以及发现无穷的爱 以及包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在这个情绪没有被满足的当下 一部分朋友可能会缺失安全感 在感情当中就容易一身一轨 或者说我在感情当中就会变成一个 我喜欢去汲取别人的能量 就是让我更加具备存在感 去证明他和我的爱 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儿时给我们的某一种问题的投影 所以我觉得在重新整理我们儿时的问题 就是我们正在变成一个成人的时候 是最最佳时机啊 所以当下大家如果有什么 想要对童年自己说的 或者说童年你喜欢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为了去附和教育的 这些条条框框 去硬合家人的希望 而去放弃了什么 我觉得有可能这都是你的缺失 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可以去挖掘一下 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圆形的性格 给自己一些更关照 你会发现你可以去平稳 和平和的看待很多事情 那也包括去对待别人的态度 那在这一组牌的朋友当中 你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冥想的机会 有的时候我觉得冥想并不一定 我要四平八稳的作证作指 或者说我一定要给自己一段冥想音乐 给自己一个时间段 你去寻找一个安静的空间 给自己10到15分钟 去跟自己对一个话 我觉得都算一个冥想 跟宇宙对一个话 跟天使对一个话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空闲的时间 就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 只有你的环境里边 跟你儿时的自己对一个话 你可以去拥抱他 你可以去告诉他 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你不一定会变成我 但是其实过去哪怕不可以改变 你也可以拥抱很多幸福 当那个当下 你去拥抱儿时的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你放下和你得到的都是很多很多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 就是调节自己的疗愈的过程 并且其实我觉得第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需要去疗愈自己的脉轮 也是跟海底轮和麒轮相关的 也就是说 你们到达这个世界之后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创造实相 比如说物质啊 财富啊 或者说你们个人的安全感等等 都需要去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疗愈 这过程里边 你们可以让自己去偶尔进行一些瑜伽锻炼 或者说你们可以去比较清静的 比较清新的自然环境当中 让自己去深呼吸几次啊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们去排解和调节掉自己的负面能量 我觉得其实你们的负面能量是来源于物质社会当中 比如说我工作 学习就很多压力在我身上 这是你们的负面能量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他承载压力和承载负面能量的量总是有限的嘛 当你们真正的学会去调摄和排解 并且也跟自己的内心小孩进行一个对话的话 我觉得你们会更加阳光甚至在面临新的感情的时候 你们会更容易敞开自我和去接纳新的人 好吗 ok 我觉得其实在下半年当中遇见这个托安对象 你们两个人都会采取主动低组台的朋友 补充一下 所以说当这个对人出现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机会 就不一定我要穷追猛打 或者说我是女生 那女生朋友有的女生朋友觉得还是比较矜持 你们是quade pentaclesquade bros 所以说你们可以适当的去释放自己的 我觉得魅力指数啊 也就是说其实在下半年当中 你们可以让自己去调节一下你们的外形 然后可以让自己去更加自信的选择 属于你们的颜色 属于你们的喜欢的饰品 或者说你们可以去调节自己的精神面貌 发型等都是可以的 因为在整个的下半年当中 我觉得你的闪光点也是比较强的 那男生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是比较内敛的类型啊 所以说啊这就不不用多说了吧 就遇见你喜欢的女生 我觉得大胆去追求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啊 其实你们离拖单很近啊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能量当中 也觉得我不用为你们担心太多好吗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一金卡牌 那我们今天抽到这张择地催啊 我觉得其实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 你们会发现你们的生活正在变得更加充实 那真正的充实是什么呢 是为了某一个人 为了某件事真正的去行动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会发现这个你拖单的对象 它也是这样的一种类型啊 你们应该是在互相的合作 或者说你们正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去遇见对方 或者看到对方身上闪光点的机会是更大的 你看当中的message 聚集了周围的能量 你会发现呢 实力也正在被扩大 那我觉得其实在恋爱事业金钱方面 这一组牌的朋友说到择地催挂 一般都是非常顺利以及大吉的挂 这能量让我感觉到啊 你们在今年下半年 有可能在工作里边也会变得繁忙一些 有可能你们会为了积攒财富 或者说积蓄自己的能量去 把自己的事业做到一个新的层面 或者说一个新的转折点当中 把自己的事业推到新的转折点 有可能这能量都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 让自己充实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周围嬉嬉嬉嬉嬉的全部都是人 而那个对的人也正在中间 好吗 我觉得其实在恋爱事业和金钱财富 也包括身体健康方面啊 第二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能量都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年下半年 你们期待的好结果 应该会陆陆续续的来临 也包括脱弹这件事情啊 对的人这件事情啊 好我们最后抽下天使卡 帮第一组牌的朋友看一下 天使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 我们看一下天使卡 好的 好的 我们今天抽到了那 我们今天抽了一张 finances and career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经济课题啊 也包括目前的这些 事业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啊 有部分朋友感觉你们在 十月和年尾之前会有一个事业转折 一部分朋友升至加薪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 对于你们来说是亟待解决的 它有可能也连接到了你们的情感问题 所以说当下你们可以让自己 先把事业的这件事情做好 而且未来的一段时间 这些能量也正在积蓄 帮助你们去更加整理好 自己的事业学业问题 这是你们感情的一个 很好的foundation 那第二张我们抽了一张 You are ready 你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天使也发现了 你已经准备好了 这种姿态和能量 它正在把你的这一个 通向未来脱单这把钥匙啊 呈现给你 那我觉得其实在你真正准备好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当我们人生比较失意 比较挫败 或者需要人陪伴的时候 我们觉得哦我需要脱单 但是其实那个的时候呢 你并不一定完全准备好 因为当我们不存在一个稳定的能量场的时候 我们跟其他人的交往 也会面临的一些缺失 所以说我们所说的时运嘛 有时候也包括我们个人的能量 那也包括机运这件事情 当下天使告诉你们 You are ready 也就是说你的天使地利人和已经快要来临了 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 恭喜大家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觉得你们脱单的指数非常高 那大约有八至九成左右 只要你们在这个时候啊 不要一味的 比如说我只focus在工作上 我是个工作狂去排斥跟周人的交往 我相信只要你们付出短短的一些 一个一段时间段的热情 或者说你们只要是投入自己啊 在你们的生活里面 你们就会发现 哦这一个人已经到了好吗 OK 那今天我们的卡牌又解决到这里了 然后非常希望今天的卡牌 可以对应到大家的能量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遇见那个对的人 希望你们的感情和美而幸福啊 而且生午也是开心平安幸福的 那感谢大家今天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选择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 参照明星片为紫色丁香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抽牌吧 选择到第二副组牌 参照明星片为紫养花的朋友们 我们的卡牌都已经抽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2020下半年的拖单手册 年提前的我会拖单吗 是怎样的相处 怎样的人 给予我的建议和指引 那同样我们今天会通过 塔罗牌 首先帮大家分析一下 在下半年当中 我们有没有拖单的机会 那我们也会结合神域卡 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是怎么样的人和怎么样的相处 最后呢 我们会通过神域卡 和我们的天使卡 帮大家找出建议和指引方面的能量 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那我感觉到在今年的下半年当中啊 第二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约会 可以去跟你喜欢的对象体验情感 拖单的指数是很高的 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也会发现你旁边的桃花能量 就是说喜欢你的人 以及你可供你去选择的选项 正在聚集和正在变多 我觉得有可能第二组组牌的朋友 在近一段时间 或之前的一段时间呢 我感觉大约是在一部分朋友在去年年尾之前 一部分朋友在夏天也就是说六月七月之前 那也经历过一些你们感情上面的一些魔力 或者说你们也局局独行了一阵子啊 在今年到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很明显的 你们的桃花运和个人的运程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转换 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到来的时候 我已经感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发现 其实旁边已经有一些比较暧昧的对象啊 或者是可以供你们去选择和接近情感的机会了 有可能你们也正在去挑选一些 你们感兴趣和可以去发展感情对象 进行约会和互相了解 那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 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看到啊 在你们的运势点慢慢去往前划升 慢慢去改变的过程里边 一些周围的 比如说之前认识已久的 或者是导同学呀 或者说之前的一个人会回到你的生活里边 然后你也会发现你们之间的暧昧正在发酵 我觉得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 整整套卡塔罗牌能量让我感觉到啊 感情的机会全部都在你的手上 It's up to you 去选择谁去经营一段怎样的恋爱 你们也可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打开自己的心扉 进行经营 更多的能量也让我感觉到 你们可以让自己啊 着手去化腐朽为神奇 比如说你们可以让自己去主动的吸引和接近一些 你觉得跟你有一些磁场和频率的人 这样我感受到其实你们的感情指数正在不断的升级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更好的一个感情机会 或者说你们这个感情真正能够升级 比如说现在正在暧昧阶段 你们不断的慢慢去交往的 或者说变成了一个交往能量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大约在明年二月左右 就是说下半年你们可以集中 注意力量自己去脱单了 当然其实在你们脱单这个能量当中 你们一定要去经历一些 比如说跟别人去约会呀 然后跟别人去互相了解的过程 有可能你们要进行一些试错 也就是说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你 以及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是不是一致的 接近于你的理想和接近于你可以容纳和接受的度 我觉得这些都是按照你的一个理性的评判标准 完全可以去体会的 我觉得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更多的可以让自己多有一点耐心 因为我相信啊 命运会给予你一个让你全方位都满意的对象 当然了时间点大约在年尾到明年的二月之间 我觉得其实你们已经渐渐的走出了一个 让你们情绪低落的一个轮回 这回这一次我感觉啊 就这一回你走出来 这一次你真的走出来 有可能你对待情感的一种模式也并不一样了 之前有可能你会很踏实的去想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 而当下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应该去享受一个 跟其他人去互相接近 跟其他人去互相了解的时光 更多的言语 更多的见面 和更多的关于约会和聚集 就能量的聚集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的能量 或者频率在慢慢的交集的能量是非常的好的 我觉得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关于你们 这一个脱单能量 脱单对象的能量 让我觉得其实蛮新颖的 有可能你们需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些主观能动性 就是说你们的能量 去适应和创造目前的一段时间的感情 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 无论你们有什么新的点子 无论有一些 比如说你们一直以来不太愿意去接受和接触的对象 比如这个对象 他跟你的性格并不相同啊 或者说哎我只对他他有点好奇心 我觉得你都可以试着去跟他聊互相了解一下 有可能这个人他会超出你预料之外给你一些惊喜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Villa Fulton在这边 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啊 你们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体验和体会 真正能够跟你走入平稳感情的人 他是一个跟你有业力关系的人 而我们也是在看命运去做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当你们真正的让自己放下对待 交往对象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和态度 放下自己的某一个心结 你越会发现其实命运正在慢慢的把你推向一个更新的过程了 OK 那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们把这一套牌 然后整体的一个能量解读了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指引牌 我们今天的指引牌抽到的是Earth Magic Arco Dream Time Creation 这套牌其实我觉得很神秘也很神奇 我们可以知道啊 在这个传统的澳洲土著人的心目当中啊 这个世界在被造化出来之前 当我们有真正的时间线 或者我们的三维世界 有了这种立体的空间线之前 这个地球上一切在未知和蒙昧的一个状态当中 会有一个Dream Time 这个时间线是超乎于我们目前的时间之外 超乎于这空间之外的 在那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华文化当中 盘古还没有开天地的时代里边 那在澳洲土著人的心目当中 是有这个Dream Time之神吧 在去造化万物啊 当那个时间点真正的来临 他会用自己手上的笛声 吹响这个大地 吹出万物 然后也吹出这一片天地 那我觉得这张牌其实让我感受得到啊 第二次组牌的朋友 你们身上有无限的创造力 而且这种创造力是在你们业力当中带来的 我觉得其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好 在你们人生的不同阶段也好 你都会感觉到自己和这个星球的万物和生灵 有着非常强烈的连接性 张牌告诉我们啊 首先时间这件事情 是要到了对的时间才会有对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再者就是你们可以打开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让自己去学着创造和学着安排不同的模式在生活当中 只要你们转变了自己的视角 用一种非常新的态度去对待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Magician的Star在这边 你们会发现很多情感 或者说很多自己在情感当中所固有的模式正在被打破 你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星球和人群当中去 你会发现你可以吸引和映照出你自己真正的一段感情模式 那我觉得这套牌的朋友啊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让自己去 我觉得去追寻 或者说去创造一些巧合 创造一些机遇 甚至去 我觉得去一些你陌生的地方 多去看一下这个世界的种种 也包括不同人的面向 你会发现其实你感兴趣的人 以及对你非常感兴趣的人 其实真的就在你周围 离你真的不远 我觉得他们其实 第二次牌的朋友 你脱单的对象 其实他们有可能跟你并不相同 但是更多能量使你身上非常强烈的这种独立主观 以及你对待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一个打开的思想观念 吸引到了不同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供你去进行这一段时间的修行 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脱单的能量当中 首先我们再分析一下 第二次牌的朋友 你们身上有很强的风向特质 有水瓶座的朋友 天瓶座 所有人都选到了这一组啊 还有个别的朋友 你们水向土向也是有的 那种感觉到 就是整个的能量里边是 我们可以看到 Ace of Pentacles Ace of Cups Villa Fulton 就代表了你们在不同的一个 就是时韵点或者季节转化当中 你会发现自己会有不同的改变 我强烈的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已经走出了情感的低落时期 所以最近的一段时间 你们会在整个的夏季 或者说目前的一段时间 也是一样啊 变得更加活泼 更加活络一点 有可能在你身边 已经有很多人在 慢慢的去接近你 我觉得这些能量涌入你的生活当中 你有可能首先会进行一个判断 或者首先你会让自己冷静和理智 但是首先不要把他们推出去 而是用自己的方法 去引导这段感情 往前去进步和经营 好吗 OK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问题啊 这个拖单对象 是怎样来相处和怎样的人 那我觉得其实啊 在这一段关系当中 很新的模式就是 如果女生朋友 你选择到这一组 我觉得对方他会被你的独立 然后被你身上这种 就很偏向天王 以及偏向 就是金星很闪耀的这种气质所吸引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最近的一段时间 你之所以桃花开放 也是因为你正在做自己 而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感觉到 被你吸引到身边来的人 他们跟你身上的能量比较相似 也就是说同向星座的人 或者说 跟你非常有同样的爱好 或者之前有同样的 比如说同样的学校呀 之间的学长学姐 或者说一些生活职业背景相似的人 有可能会涌入你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其实在你身旁 偷偷的默默喜欢你的人 其实一直都蛮多 但是有可能你一直还没有 让自己去看到他们 所以近一段时间 如果出现了一些人啊 他再对你默默示好 或者再约你去出去走走的话 第二次排朋友不要拒绝好吗 OK 那究竟脱单对象 他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们帮大家进行个立体的分析啊 首先女生朋友抽到这一组 我感觉到你身边的这个脱单对象 就是说真正能跟你进入 和进行这段感情的人 他首先是一个充满耐心 而且会被你身上的才华 所吸引的人 有可能身上的某一个特质 非常吸引他 而他在接近你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一种 润无戏无声 或者说有的时候 他会用一些技巧来接近你 而并不是用一种 啊我赶紧就追你吧 马上答应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其实我觉得 你在陷入这段感情之前 有可能也有一个过程 在跟他去培养感情 所以我觉得你身旁 不管是同学 还是同事 还是你身旁 正在去关怀你的朋友 其实都可以纳入这个范围之内 我觉得其实 你和他之间一定要需要时间 去互相理解 而不是说 哦我跟他一眼坠入爱河 其实这个过程里边 互相吸引的频率是不会断的 而且你们之间的这种交流 有很多 比如说 我觉得是很浪漫 很幽默啊 或者很调情的部分 其实都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去体会 这个人他 首先 他的性格 以及他情感的观念 价值观念跟你符不符合 因为我觉得在这组牌当中 这个对象 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都跟你比较相似 再者就是他可以配合你 去融入你的生活 或者说他是一个耐心的人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们也会发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你可以跟这个人往前去走了 到那个对的时间点 你自然而然就会说 就会说出你同意 你愿意的这句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对象 他 实际上的特质 然后感觉到 他非常的以你为大 也就是说女生朋友 我们看到Queen of Swords 这帮 下面这边的 圆形卡 我们也看到了Queen 也就是说 其实你在他心目当中 是一个比较女王的角色 他很多时候都非常的 被你这样的一种 既带有女性魅力 并且也带有非常强烈的 个人色彩的能量所吸引 所以说我觉得 在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去peak 你可以去挑选 你身边的对象 也是因为 有可能你的个人能量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比较强 个人魅力比较强 或者说你正在 机器的能量 正在不断地去扩大和扩张 那我觉得在 这个对象的眼中 我也看到了 你很多很优秀的面向 那有可能你很符合 他一直以来 所期待的伴侣的这个类型 或者说你的外形 你的品味 气质都比较独到 所以他会喜欢 那我觉得这个对象 其实他人非常的聪明 再者就是 他其实理解 怎么去跟你用情感的方式 打交道 而不是用硬碰硬的 因为你们是比较独立的一群人 很有自己想法的一群人 一部分人 你们有可能是 做艺术 做绘画 做文案 文字编辑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 他跟你的工作等等的能量 都是比较相似 或者他和你在这一方面的兴趣 爱好点比较相同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很多天马行空的点 是很合的 再者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人 他无论在生活里边也好 在情感里边也好 他都是一个会运用自己的方式 去经营和运作感情的人 那在这样一个聪明对象面前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你们可以用共评 就有共评吧 就这种共评有可能就是说 我在理性和我对待这件事情的 想法理念之上 都有很多的共鸣点 而你们的感情 在这当中不断的生化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们两个人是比较 就是说 对 比较情色和谐的这一种吧 所以说 我觉得在这一组组牌当中 也让我看到了很多 就说 淡淡的陷入爱情的那种 小小的悸动和 就是有点像春天的那种 花朵的清香的感觉 好 那如果你是男生朋友的话 我觉得这个突然对象 他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你生活里边 有可能一直以来很喜欢的一个对象 或者很喜欢的一个类型 那我觉得当这个人出现 或者说你可以有机会跟他接近的时候 或者说 你一直以来蛮喜欢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这组牌的朋友 如果我们在这个夏天 或者说上一个冬季 你们已经瞄准了一个对象了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对象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不妨在今年的下半年的 整个的状态调节的过程当中去接近他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会有 会有情节发生在你们生活当中的 那这种情节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让你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创造力的时候了 我觉得这个女生他也比较偏风向 而且这个能量让我感觉到 你们越经过一些时间去 比如说做相同的事情 去过相同的生活 或者说去经历彼此的人生 或者说在一段时间之内 你们多去跟对方见面 一起交流 你会发现 这个情感是可以深化的 而且这个深化的能量 一旦来临 你们有可能就会走向一个 比较理想的情感模式当中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象跟你呢 如果在一个暗门关系当中的话 无论男生女生 其实他和你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也包括了其实你们两个人 会在彼此身上学会和体会很多 你们喜欢的东西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能量 那还有就是女生朋友要看一下 你身旁的这个对象 他对你的这种真诚指数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 他会说一些白色的谎言 或者说他会把自己 最美的一面 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你 因为像孔雀开屏的话 他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 最丰满的羽毛 最漂亮的羽毛去展现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他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实实在在的 展现出来他的所有 但我觉得这个人 他其实也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 他希望自己能够和你达到一个符合 或者跟你的条件可以匹配 所以说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行动 我觉得在你身边 如果目前有一些 喜欢展示自己的 或者说你会发现 他蛮聪明才智等等 他在展示自己的才华 我觉得这个对象应该大约就是 首先就是喜欢你在这 就是他有可能是你这个脱单对象 无疑了 不过我觉得这段感情 一部分的朋友 你们需要在这段感情当中去体会 还有一部分朋友 如果你们期待的 这是一段比较长久的感情 或者说我和他的感情 要稳定在一个水准的话 我觉得你们不要先入为主 就这个观念是 你们需要在交往当中互相调节的 那你们不试着去看 不试着去了解 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对象 他到底是不是花而不实的人 那他还是外表和内在 同样具有绚烂彩虹的人 好吗 OK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神域卡 我们今天看一下原型卡和 Spirit Animal 然后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质 那首先在这个性格特质当中我们抽到一张 Quain 也就是说 无论男生女生啊 就是在这段感情中女性能量呢 是比较具有诠释的 这种诠释感 我觉得并不是说啊 我很棒 我要去欺压你 或是你要听我的等等 而是你个人的魅力正在不断的去发扬 在这段感情当中 无疑你就成为了这个中心 那对方呢 会把你当成中心去看待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种感情里边 他也会觉得你有那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是你对他自己的高标准和言要求 以及在你的生活当中所历练的种种塑造出来的 就是把你自己的 把你的段位和把你台阶都抬高的这种状态啊 但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你比较骄傲 所以说我们看到Queen of Source在这边也代表了 因为你比较骄傲 所以你身边的人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接近你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去怪对方 哇他是不是不真诚哦 他是不是在炫技 我觉得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需要让自己去感受一下 就是说你们是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客观的去理解 你也会去理解别人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跟你运作感情 或者跟你交流和交接好吗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 其实很多事情是你说了算 也包括这段恋爱你要不要谈 你要不要去跟他约会等等 其实有时候都是你一句话的问题啊 那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在这一个关系当中 有时候你也会比较 picky 就是比较挑递一点 有可能你也会用时间去观察 那这个人他对我真不真正 或者说这件事情他我不ok 今天约会他没有迟到等等啊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边有可能 没有个人能做到完美 而这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 完完全能猜透你的心思 或者说达到你100%的满意 但我觉得他是个聪明和会调整自己的人 也就是说他会看你自 看你身上的这种 我觉得首先是能量方面 再有一个就是他会看你的喜好去调节自己 所以我这个人他其实也蛮像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万花筒 你也是跟他去互相了解 你也是跟他去深层的面对和探讨一些问题 你会发现其实他身上有一些不同的面向 还是蛮有趣和值得你去关注一下的好吗 那男生朋友如果选得到这一组啊 我感觉到其实在这个脱单对象的身上 有很多你啊 梦梦中女神的这种 呃就是说影子 所以就我觉得其实在这一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发现 其实你在调节自己的过程当中 也在让自己变得更好 其实你很像一个绅士 或者说男生这边能量蛮像一个绅士 或者说蛮像一个很贴心的 呃林家哥哥一样 他这种东西其实不是有这种攻击性的 那我觉得其实呃 有的时候在这些能量里面也让我看到啊 其实你们可以从朋友先做起 或者先从约会对象做起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你需要给这个人一些机会 好的 我们看一下没有其他能量出现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spirit animal 你今天出了张vino spirit 犀牛精神呢 超越所有的障碍 穿越所有的阻力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身上有蛮不屈不挠的点 那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冰山 是不是冰山每人难以攻克 我觉得其实对方都会有一些 就让你看到他的坚持 我觉得有的时候第二次白的朋友 你们的障碍看起来虽然说很难超越 但是也很脆弱 说实话我觉得其实 你们是那一种有可能是希望把自己保护的更好 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说在不断的去创造实现的过程当中 一见符合和理解自己的对象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可以理解 你可以去了解到你 并且他是一个可以对你有一些持久行动力的人 我觉得这种行动能力之所以是持久的 是因为你如果向一道难题 你如果向一道谜题的话 他越是愿意去解 他越是愿意去看 所以我觉得看一个人如果是在翻阅一本书的话 那你和他的美意也有可能都比较新鲜 所以当你不断去发现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其实在这个感情状态来临之前 你会更容易的让自己打开心扉去接纳 好吗 那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这些能量里边 也让我看到了很多充满新鲜感的部分 就有可能这个人他跟你之前遇见的这些类型都不太一样 好吗 从外形角上来说呢 那女生朋友你会遇见的 大概是比较就是邻家 我觉得是邻家各个各种类型吧 然后他如果是一个在外表上看起来也是 如果他是一个看起来比较严肃啊 或者老成类型 那他有可能会对你释放出他最真实 比较童真的这一面啊 那我觉得如果是男生的朋友的话 这个你脱单的这个对象 他是一个冰山美人 所以说 应该是你们喜欢的类型啦 所以觉得应该是蛮配 就是你们两个人蛮般配啊 两个人的外形和性格比较般配 好吗 OK 那这个问题我们看好了 怎样的相处和怎样的人 那我觉得在相处的这一个部分 刚刚也有所提到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处 可能在不断的去深挖和不断的去 互相理解的过程里边 你们会发现可以达到一些精神上的共识 那我觉得其实在你们相处里边 很多人你们需要一起去做事 比如说你们是 同样的公司 或者他是你的同学 师长等等 都是更好的 但不管是怎么样的啊 如果你们两个在生活里边 可以去创造一些共识的机会 我觉得会让你们拉近彼此的关系 和彼此的距离啊 两个人可能都是稍微有点距离感的人 所以说才会让人觉得 就是比较 比较难以接近啊 偶尔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能量当中 让我感觉到 其实在这个脱单的过程里边 你们也正在去渐渐的 破防 或者说放下自己的一些 刻板的印象 和一些执着的理念 当你们真正的变得平易 近人和让自己去 学会跟对方 首先相处和经营关系 你们有可能离脱单是非常近的 我觉得其实第一 这组牌的朋友 如果在今年年尾之前 这人没有出现的话 那他很大的崇尚 会因为一些巧合 因为一些工作的巧合 出现在明年的二月之前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一组牌的朋友啊 如果年底之前 你们看到的对象 还并不是很符合 或者说你们经历了一些约会 还不是很符合的话 不要放弃希望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他和你是有一些 精巧的缘分吧 就是有一些缘分的安排的 所以说你们 在遇见彼此的时候 它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其实 你们也是因为一些 比较凑巧的事情 不管是以前的旧同学 还是目前的一些新人 都有这样的能量出现啊 那我觉得其实 在这组牌的朋友里边 你们的理念 是可以比较合拍的 这也是我比较看好这种关系的原因 但是一部分的朋友 你们需要去交流 你们需要去接触 那他到底是不是你的正义 我觉得要放到明年再说好吗 ok 那这一部分能量 我们解读到这里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关于这段交往 我们抽到的审议卡 今天是Wisdom of the Oracle 抽了一张 go the distance 这种主牌的朋友 我觉得其实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身边的这个脱单对象 以及你们身边的这个有缘的对象啊 一部分人 有可能他和你是网路预见的 如果是网路预见这种能量的话 你们需要去冲破一些距离上的阻力 我觉得这个人 无论他在不在你现实生活的周围 他其实现在都在 加大他的马达 极次的冲向你的人生 当这个人出现 我觉得你生活改变的指数也是非常的高 我觉得其实你不脱单还好 一旦脱单有可能就会就是闪电恋爱 或者说一部分朋友甚至会闪电结婚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能量当中让我看到 有可能也只有两成是闪电结婚 那很多人是在闪电恋爱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这关系里边 对方其实 他和你对待感情的这种 就是说理念 有的时候是不一定完全相同 但是有趣的就是 你们两个人的化学作用还是比较强的 好吗 OK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今天我们抽的tula breathing cards 看一下在遇见我们下一个脱单对象 或者遇见我们的下一阵之前 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节自己啊 这一组牌的朋友们今天抽了一张dating dating这张牌出现让我感觉到啊 你们一定会有机会跟一些人去遇见 跟一些人去交往 甚至有一些人会对你发出邀约 如果发出邀约的话 希望第二组朋友 只要这个人不是让你大跌眼镜的对象 你都试着让自己去跟对方接触一下 有的人我觉得 他身上的光码是让你去发现的 那有一些人他跟你的频率符不符合 你是需要去相处的 很多时候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身边现在 并不一定是一个约会对象 有可能有一些约会对象在你身边 你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 也可以让自己去 真正的去体会一下 甚至是比较一下 因为我其实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的桃花 或者说你们受欢迎指数比较高 所以说 在要去脱单这件事情 摆在你们的日程之上的时候 你们可以让自己呢 首先走下你们的宝座和神坛 然后去啊亲民一点跟大家进行一些接触啊 那如果你们在约会的话 当然现在当下在约会的话 我觉得一部分的朋友 你们在夏天的这三个月就说 七八九月大约可以脱单了 但这段感情到底能不能长久 是不是闪电的恋爱或者闪电的分手 这是一部分的能量啊 只是一部分能量一部分朋友可能是闪电恋爱 闪电分手因为有可能你再去挑选优位对象 并且跟对方陷入恋爱的这个过程里边 需要去看一下你和他之间的这个频率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对待你来说伤心的事情 你们不会伤心 而且运势会走到你们这一边的原因也是 当一个人走到了一个开运的 比如说感情开运点 他往往会遇见不同的异性 或者复数的异性在生活里边 你需要在里边接触和调节自己的能量 看一下哪个人跟你的频率对接是最好的 所以这段时间之内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试着多去了解好吗 你们具有这样的机会哦 好不要害怕被欺骗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不管女性的人是什么样的 在这过程当中你们完完全全是在保有自己的过程 基础之上或者过程当中去深化这个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 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完全用自己的方式 跟着自己的直觉去走好吗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一经卡 在第二组当中我们抽到哪一罐呢 今天抽了一张钱为天 保持灿烂的微笑啊 你的周围有正在看着你的人啊 所以说人生嘛 总是有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 那它也包含了我们这种天时地利的 就是运气指数在当中啊 虽然说有一段时间你会比较忙碌 但是其实当下的一段时间之内 你也正在踏着你的理想和你正在去预定的人生 往前去走 我觉得其实这组牌的朋友啊 你身边的对象 这个拖拖对象如果一旦出现 你一定会发现他再者就是 你有可能在这个下半年脱单的能量比较强 所以速度也是比较快 我觉得你身边目前就有正在默默关注着你的人 他们有可能正在叙事待发 为你发起进攻 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脱单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困难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人生它带 人生的一些境遇 源自于我们的一些选择 那到底在这个下半年当中你要做怎样的选择 首先你可以忠于自己再者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它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那到底是不是我们最后的答案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未来再说 但是在 单纯的要享受约会 或者说我要脱单这件事上 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没有问题好吗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抽到的天使卡给我们第二个牌的朋友什么样的提示和能量呢 好 我觉得这两张牌是关于自我调节 第二个牌的首先你们要让自己啊 摆脱掉一些束缚 让你们真正的 变成一个真实的自己 甚至让自己更加自由 我觉得你们不要让自己给自己一些很预设的观念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这个人不行了或这段时间我好像不行了 其实我觉得不要否定自己 再者就是不要给自己很多 条条框框去局限自己 你们现在可以让自己呢 首先自由一点去做自己 再者就是无论你们身边有很有什么样的压力 比如说工作学业比如说家庭 你都可以让自己超越于这些问题之外 看待这些事情 当你们真正在当下自由自在的变成自己也享受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那感受到能量的人自然而然呢就会看到你身上的魅力了 再者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一部分朋友 你们有啊女神男神的偶像包袱 我觉得偶像包袱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优秀 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可以抛下自己的包袱 多去亲民一些 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当你真正去转变自己去创造去变化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身边一些能量也在改变 那有可能你们的生活现在没有办法打开 或者说你们还要去 更大限度接触到一些人 那这些机会也会因为你的打开和改变而到来啊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天使卡 recovery 在健康和个人的灵性调养这件事上 天使现在帮助你们去恢复 不管最近 我觉得其实觉得一部分的朋友 无论在情感上 在生活上 你们可能刚刚面临到一些比较 关键的点 有一些朋友你们刚刚走出一些失落的情绪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夏季到来之之后 或者今年下半年来临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呢 其实你们也正在转变自己 那最近一段时间 你们首先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 你们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脊椎 比如说或者说我的颈椎这边蛮痛的 那我可以去理聊一下 或者一部分朋友 你们需要让自己在灵性上面去 调节一下自己啊 让自己的心态发生转变 你们也可以去用一些冥想和一些瑜伽的方式 我觉得这段时间你们正在被 很好的课程 那希望第二组牌的朋友可以在今年的下半年 无论在情感方面 还是在个人的调节方面都有所收获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你的生活是开心 平安和幸福的 那我们今天的卡牌就分析到这里了 分析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希望大家在下半年可以找到自己 未来一段时间的 真爱或者是 自己这个人生当中的真爱 找给找到自己的这个答案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吗 OK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选择到我们最右边的第三副组牌 参照明信片为银杏的朋友们 让我们每次开始今天的抽牌吧 选到我们第三副组牌 参照物为银杏明信片的朋友们 我们的卡牌都已经抽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2021下半年的脱单手册 年尾前我会脱单吗 是怎样的相处 怎样的人呢 给我的建议和质疑又是什么 那今天我们会通过塔罗牌 帮大家首先分析一下 在2021的下半年 我们会不会脱单 脱单只收大约是多少 我们也会分析一下 陪你脱单这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你和他又怎样的相处 最后我们通过 神域卡及塔罗牌 帮大家找出 我们今天建议和指引方面的能量 希望能够抱上第三组的朋友们 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感觉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 一部分的朋友正在重新的放空自己或调节自己的状态 有可能你们从之前的一段感情当中 或者一个救人的能量当中刚刚走出来 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首先经历一段时间的自我进化和疗愈 才能再接纳一个新的人 那我觉得如果你们目前在敞开心扉的话 一部分朋友可能你们一单身很久 所以说你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马上和一个热络起来 我觉得有可能你们这个脱单对象会在9月之后出现 你们脱单指数大约是5成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一部分的朋友 你们最近哪怕是向往着新的情感 你们身上的能量也需要调节 所以在没有调节好之前 很难说有新的能量被你关注到和真正的注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还有就是一部分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隔着一些距离 那如果隔着距离的朋友 有可能得在明年的春天 真正打开的上感情的大门 但不管如何感觉到9月之后 你们会有新的情感对象进入生活 在这个状态里面也让我看到 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需要一个巨大的疗养和调节 这种调节有可能也是半岁的时间到来 你们才能够让自己真正的踏出脱单大门去 我觉得有很多人有可能你们喜欢一个人 就是在一个空间里边 或者说你们喜欢去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很多人其实你们的内心世界里边 是渴望被关注 或者说你需要跟一个人真正的有灵魂上的交集 这个人有可能是你一直等待的灵魂伴侣 你才愿意踏出这一步 我觉得在这个状态当中 也要看到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 当你真正的遇见这一个对象的话 有可能你们两个也会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方面的作用 比如说需要一个对的时间呢 需要我们的物理位置也在一起 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情感的大门打开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离你们不远了 如果在9月之后还没有的话 在明年的3月左右 我相信其实你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和转变 那有可能你们脱单的过程稍微缓慢了一点 但是我感觉到一旦这个人出现 你也会发现其实你的生活和世界里边 也正在注入很多新的能量和新的色彩 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一点绝世而独立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 你们更多的 以可能一部分朋友正在关注之前的一些感情能量 感情的人选和人物 或者说你们正在一个运势转折当中 你们会发现一些并不能够跟你们频率相符的人 正在走出你们的生活 那没有关系 其实我相信你们的感情好运 或在今年的9月之后来临 也让我感觉到其实陪你去脱单的这个对象 他是一个会给你生活带来很多色彩的人 那整个的牌卡里边的能量 我们先总结到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指引牌 抽了一套Earth Magic Arco 你先看一下在这个脱单的能量当中 我们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运势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今天抽了一张Rain Purification 我觉得第三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 有可能正在期待就很像干涸的大地和正在流动的小溪 你们正在期待和等待着像及时雨般的一个人和感情出现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目前这段时间当中 也正在让自己去默默守候和观望 你们期待的感情我觉得不是疾风暴雨式的 或者说你们期待的感情是那种能够真正深入你的灵魂 能够跟你达到一个共品的人 那我觉得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只要你尽心等待 我觉得这一场净化你和疗愈你的大雨一定会到来 我觉得其实在第三组牌的朋友当中 你们其实在性格当中有非常倔强的一面 或者说你们有自己很秉持的这个情感的原则 所以你们也是比较挑剔的人 那在这个情感的能量到来之前 你们也正在让自己不断的去深化到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吧 往内去观 然后来看待自己对待情感 对待世界和对待这个人生当中种种经历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你正在让自己变得更加透彻和纯粹 所以说我觉得你的情感对象也跟你一样 它是一个能够去理解到你 能够去疗愈到你 并且也能够去敞开心扉对待你的一个人 好吗 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在这一段脱单之旅当中 你应该也会给自己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阶段去推进自己 我觉得也是在 就像凤凰在涅槃一样吧 你有可能也正在从一些 深刻的 我觉得是人生当中的总结也好 折思也好 一个阶段的概括也好 你都在不断提炼当中的精华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你的转变也代表了你运势的转变 当你真正的转换了视角 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 跟你灵魂相合的这个人 甚至是精神伴侣正在走向你的路上 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需要去断舍离 你们如果是生命当中和生活当中 现在还出现还存在着一些 给你的情感带来阻碍罪用的人 我觉得有可能一部分朋友是旧人 有可能是一部分朋友是经历了一段闪电的恋爱 让你感觉到并不是很舒适的人啊 让他先离开好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下一个阶段出现的这一个脱单对象 他是这个正确的人 当他真正出现你会发现 你不会不顺利 或在情感当中 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孤独的个体 孤独的星球 你会有人相伴 所以说如果当下你没有感觉到被情感滋润 你需要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和看待自己的情感 有可能这个人并不对 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指引牌 引导牌的能量读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下半年脱单这件事情当中 或是怎样的相处和怎样的人 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体现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新的对象啊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 那他和你的这种交往 恰恰有可能是在你比较低落的时期 他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很多言行 和他很多的宽慰 可以带给你像是深夜当中 给你照亮房间的一盏灯光 我觉得其实他会跟你促息长谈 或者彻夜深谈 这个人也是一个能够去 敏感的体恤到你的情感的人 他有可能呢 就是说在你的世界当中之前也存在 但是你并没有观察到他 或者说如果他是一个全新的人的话 他有可能呢 是那种一出现便打动你 便了解你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 他和你身上具有同样的孤独气质 或者说你们身上具有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对待是个世界的价值观念 或者说对待一些事物的评判 你们会具有同样的视角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往前去走啊 我觉得佩颖托弹这个对象呢 他其实是一个偏水像或者偏厨女座的人 而第三组牌的朋友很多女生 你们偏火像啊 所以说在这五牌当中我看到的星座能量呢 有水像有火像 然后有厨女座的能量 那这个人也让我感觉到 其实他是一个很能接近你内心深层次想法的人 你们两个人都具有一种很前进的气质 或者说比较文艺的这种气质吧 就让你们在这一个方面是可以有很多共同点的 这个人跟你的交往润无细无声 这个人非常懂你 甚至他会给你很多非常浪漫的 就是超过你一想之外这种浪漫的温暖 我觉得他很像是一个 就是很像是夜晚飘在你身边的这种 我觉得像是萤火虫吧 或者他很像在点亮你这种小小的灯光 虽然说他不足以像太阳一样照亮你的整个世界 但他可以温暖你的黑夜 直到让你们两个人真正的愿意一起往下 往前往前走向你们真正的 比如说黎明或真正的下一个人生过程 所以这样来说 你的这个脱单对象 他比较像是你的灵魂伴侣 或者说是twin flame 一部分朋友可能是twin flame 所以说我感觉到 其实在脱单这件事上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不要着急 因为你们越是操之过急 你们又会发现 有的人他来到你的世界 就很像是惊鸿一瞥 他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但是真正你的缘分到来 有可能真是会像润无戏无声一样 不会给你伤害 同时会让你渐渐的软化 让你渐渐的放下你的防备 走到他和你的世界当中去好吗 好 那我再感受一下当中的能量 第三组牌的朋友 如果你是一个男生朋友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你脱单的对象 他是一个偏火象的女孩子 他出现可能晚一点 有可能在今年的九月到明年的三月之间 更多的人会在明年春天 有可能在工作和校园当中 或者说你们的合作的组织 工作当中的一些交集当中遇见这个人 我觉得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 有可能有一个 就一直以来会忘记不掉的人 或者说会有这样一个这样的形象存在 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这一个 就是排你脱单对象 它是一个全新的能量 我觉得这有一个人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那我们看到 Queen of Wands 这就代表了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热情活活 甚至性格比较火辣的一个对象 但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我觉得其实排你脱单这个对象 他性格相反非常的细腻柔和 很谦谦君子 而且非常具有文艺的气质 我觉得他和你有可能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水的极致 一个是火的极致 所以说有可能一个人的行动能力超强 一个人有可能非常的浪漫 喜欢去幻想 所以你们符合到对方 另外一半的特质 代表了你们的互补 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是对公星座来的 这种对公星座 让我看到更多是处女对双姨 这种对公星座的气质 那我觉得其实一部分朋友 可能你们是天平对白 对牡羊座 这个对公星座的气质 然后感到哪怕你们是 丰满又不相及的两股能量 当你们真正的会合的时候 你们又会发现 你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有可能这个人 他并不是第一眼 就是让你看到 就入你法眼的人 但是你们的交往 更大的程度上会反映到 你性格当中没有哪一部分 所以说他会让你感觉到耳目一新 好吗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原型卡 看一下这个人身上的气质 和能量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抽了原型卡 蛮有趣 二分 第一 三组组牌的朋友啊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脱单对象 他是一个比较独立 甚至有点孤独的人 因为他内心小孩 是一个孤儿气质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有可能在 原生家庭 就是说很早跟原生家庭切断 或者他一个人 独自出外游学工作 所以说他其实在不断的学着 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 但这只是他的外壳 我觉得他内心小孩是一个 很脆弱的人 那女生来说的话 女生的话 我觉得他就有点外强中干的气质啊 就看起来他比较 就是说风风火火 或做什么事情 我都很独立 我很具体 我很有行动能力 然后我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的 嗯 对看起来形象气质方面 是比较性感 比较活泼外向的人 但他其实内心深处 是一个孤独的内心小孩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 我觉得其实 这个男孩子 他是一个从小就比较敏感 温柔忧郁的人 然后他其实是会给你很多 就是对 就是说 其实他身上并没有那么多 很阳性的东西 但是你越是跟他接触 你会发现 他可以包容到你很多很多 所以说这种 像水一般可以去柔化 你可以去滋养你这种能量 是非常强大的 其实他身上也有很强的一种 就是说我觉得是 来自于他灵魂深处的 哲人之爱吧 都并不能说是父爱 就是很像哲人之爱的感觉 所以说他会很深刻的理解到你 也给你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让你去看到自己不同的面向 他也很像是你的一盏镜子 让你发现你有很多不同的像 而不是这一个像 比较有趣的一个性格 那我觉得其实这种人的性格当中 也会有比较执拗和孤僻的 一些成分存在 所以你们两个人 有可能偶尔会有点别扭 但是我觉得经过了一段时间 你们都互相去了解吧 甚至一部分朋友 你们的这种交往 是要经历过一个 就是说高低起伏 这种起伏 可能是在对接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会在 比如说情感的门槛之前去徘徊 有可能也会为了未来 你们两个有没有共同目标去 商榷和自己在内心深处去检讨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过 就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还是会比较坚定的选择彼此 所以你们这个脱单之路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坎坷 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放弃 再一个就是去看当下 你们在对方眼中这个像 有可能也是你们自己的一个像 所以说他怎么去看到你 有的时候并不代表他对你的曲解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 可以去用一个辩证的想法去看待的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Spirit Animal 我们今天抽了一张Pirot Spirit 鹦鹉精神 那这个人他第二个特点 虽然他内心深处是孤独 内心想要或者有点孤僻的一面 他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呢 就是说容易陷入自己的 个人情绪和内心世界当中 但他同样又是一个 比较喜欢表达和讲话的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他有可能有的时候会 信头正盛的时候 会跟你讲很多事情啊 然后他的表达能力是比较强 或者说他的言语有的时候 并不是完全善意的 有可能他有时候是非常直接 非常尖酸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精神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 知无不言的一种感觉 所以他的性格让我觉得 有的时候他的外表和内心 是大相径庭 然后让你感觉到有很多 就是说反差感 但是反差感 也会给你带来一些 不同的小惊喜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两个 在生活当中 会有很多言语方面的交流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就是说互相辩论的这种成分 辩论不代表吵架 有可能你们也会在不断的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表达自己的认知的过程当中 去融入对方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是需要去互融的一个关系 需要一点时间 好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大约分析到这里呢 看到了就是说很多不同的能量 那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你是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 你的这个突然对象是怎样的人呢 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 让我感觉到就是比较文静谦虚 然后思想蛮深刻的人 他可能比较孤僻 有可能比较孤独 但他同样也会比较多话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人 在你的世界里面会给你很多 唠叨 或者偶尔也会把他自己的一些 想法和情绪加之给你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会有同样的一种 情感价值给对方 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人 是可以去互相沟通 甚至去诉说自己的情感 那我觉得这个人 他首先在外形上来说 也是比较偏柔的 有可能肤色比较白皙 再者就是他的气质比较温和 或者说他不会有一种 强势压迫感的这种状态 不是一个大男主义的人 那他有可能比较喜欢诗歌戏剧 比较喜欢绘画 比较喜欢艺术方面的东西 他言语表达的时候是比较艺术的 或者说比较独具一格 那如果你是男生 你来看这个组牌 你拖担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说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是一个外强中干 很可爱的女孩 有可能他看起来非常独立 然后他形象来说 也是非常性感的 或者有时候他脾气比较急 但是其实他在内心深处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人疼爱的人 有的时候他讲话是言不由衷 他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你越跟他交流 你会发现他身上有 你跟你完全不一样的点 甚至他有的时候是 出于好意会做出很多 让你大抵眼镜的举动 就蛮像偶像剧女主角的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渴望和需要 别人去理解他的人 他内心小孩需要被治愈 所以他也需要你给他很多 我觉得是很多陪伴 很多安全感 这样的状态 那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是怎样的相处呢 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经过了一些弯弯绕绕 甚至偶尔会有一些误会的过程当中 在去揭开彼此的面纱 当你们真正发现彼此是那一个 可以给你们很多 就是说生活不同面想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愿意走入他的生活 而他也一样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很像是 默默的慢慢的在去接近彼此 不存在谁在追求谁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段感情开始之前 有可能你们也会经历一些矛盾纠结 学校啊在团体的接洽当中 跟你一起共事的人 这样能量是比较强的 他出现呢 我觉得你的世界当中 应该会比较明亮 所以他会给你带来很多明亮的色彩 好吗 OK 那这两方能量我看好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们交往的主旨和特质是什么样的 我们今天抽了一套Vism of Darko Trader Allen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 是容易给彼此带来幸运的 也会给彼此带来财富的指数 但你们两个在彼此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需要你们的显化 和需要你们在意志和理念上面的正向 你们就正向看这个问题 你就正向的进入这段感情 很大程度上的这段感情 可以照着你们的想法去走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们两个会互相猜彼此的形式 有可能你们的想法也各不相同 但你们真正的用一个正确的 比较正的一个理念 那指的正理念就是 我不要消极的去对待这个感情 那我这次一定不会遇见一个坏人 遇见一个烂人等等 当你真正的去用一个 就是说平常的心 或者说接纳的心 或者说我向好的方向去开放 去展现自己的心态 你们会很大程度上理解和明白 这个人的出现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会给你带来幸运 而且你们的交往是越是深 越是久 你会发现这个人身上的光亮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 你和他有可能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能量 你们两人对比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其实越是这样 你们越容易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未来 一定要有共同的事情去做 这才会打开你们在未来人生当中的一扇 就是一扇门 或者他会给你们制造出一把钥匙 打开这扇门 链三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其实他和你有可能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不是彼此的正缘 需要你们一段时间的交往和理念上的调节 以及人生目标上的调节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是给能给你带来一段 很好人生课题的人 有可能是为你打开你的世界当中 没有打开的那一扇窗 我让你看到不同风景的人 好吗 OK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今天抽到的 Tru Love Reading Cards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迎接我们这个脱单对象 迎接我们的下一任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去调节一下自己啊 我们先抽一张Gardener 我们可以看到这图中有一个园丁 他正在去浇灌他的花朵 那正在修整他的花园 我觉得其实在这套牌当中 让我看到啊 第三组牌的朋友 在这一段时间 你们需要去调节自己啊 从内到外都要去调节 也包括你们的居住环境 包括你们的风水 你们需要多去让自己 进行一个断舍离 甚至你们需要去调节和整理自己的生活 那不管是你们目前的一个生物中 你们你们目前的一个饮食结构也好 还是你们目前一个生活环境家居的整理 工作环境的整理 还是目前的居住地的调节 我觉得你们其实现在正在像一个园丁一样 去浇灌自己的花园 你们的花园也是你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 当你们去抛架种子 让它长出花朵 让它成为一棵三天大树之前 你们需要耐心 也需要投入你们的爱 也需要投入你们显化的能量 当你们种下这颗种子的时候 你们会想到它变成花朵什么样 同样当你们遇见一个人 当你们在当下一个人 还没有发现你生命当中另一半的时候 也同样要种下这个种子 所以说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 无论如何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都是给你们一个很好的空间和时间 进行这一部分的转换 那同样你们也可以多去接触植物花草 如果不过敏的朋友 你们可以养一些花朵 喜欢的花卉在家中 或者说去花园 去自然环境当中 都跟花朵 蝴蝶 大树 进行一个接触 你会更加找到自己的内心的宁静和热爱 这个时候你也容易打开自己 那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在风水上的调节是必要的了 如果在你们的家居环境当中 有你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你们需要重整的一些部分吧 或者应该丢弃的家具和旧物 你们可以去捐赠 可以去整理一下 我觉得其实你们在不断的去改变自己啊 调节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正在去浇灌自己的内心花园 这个时候你们也会发现自己也正在变得有生机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多喝水 因为我们今天抽到的牌里边有很多水的能量 你们需要多喝水补水 再者就是你们需要在这一段时间呢 多给自己一些进化 我觉得这种进化有可能是 比如说我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 每天工作之后非常累了 那你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空间 让自己去冥想 或者让自己去接受水晶 或者让自己去做你们喜爱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单纯也是灵魂上的一种进化 这个时候你的专注能力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 你容易让自己到一个冥想的状态 那个时候你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 也可以忘却烦恼啊 就是我们所话所说好吗 OK那第三组牌的朋友 做我们看一下一金牌 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呢 今天我们抽到张三则损挂 三択送 形有物是禁销していくか 感谢の思いは忘れない 目前啊 就是有形物我们要去减少 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让自己呢 往这种不一定是极简 但是我简化的方向去走啊 特别是你们如果生活在 比如说就是对着 钢筋铁骨的高楼大厦 每天要工作 或者说你的家居环的那种 缺少一些绿色植物的话 还是一样 不过敏的朋友可以添置一些 再者就是不需要的 就是说有形之物嘛 也包括比如说书本啊 比如说衣服啊 比如说家居家具啊 等等吧 给他进行一个清理 去减少它 用一种极简的心态去生活 这个时候你们心理负担 会减少很多 这也是一个风水学当中的一种 一种理念吧 再者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啊 这种感恩之心 所以我觉得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 大家也可以抱着一个感恩的情怀 去接触自然 虽然说现在当下呀 大家有可能也处于一个 多多少少的波折期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之内 你们更要为人 或者为你们去奋斗 未来奋斗的一个过程去打下基石 当你们真正的去改变 甚至去简化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其实你们并不是在损失 而是你们在恩责自己的世界好吗 你们会得到滋润的第三个排放 我觉得其实你们 在脱单这件事之前 我觉得你们需要一些自我调整 当当你们真正的 达到一个自我调整的水准的时候 其实就很简单 有可能只是短短的几天 你们就可以经历过这一次的调整和转化了 你们会发现 其实打开自己之后 一些新的能量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脱单这件事情 说远也不远 我觉得其实在最晚最晚 在明年春天之内 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也会遇见这一个对的人了好吗 好 好补充一下第三组牌朋友 如果你们在明年春季 有千居的打算 或者说今年秋季到明年的春季 这大半年之内有千居打算的话 这个对的人应该出现在新的位置 他们应该是一个新的位置的人好吗 好你抽一下 天使卡 看天使给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什么样的指引 好 第三组牌朋友 我们今天抽到的天使卡牌的意见都比较中性 首先呢 romantic bullies 我觉得其实啊 这个人 我觉得你遇见这个对的人 他是比较浪漫的人 或者说这一个脱单对象啊 所以说你和他 他会有一种比较浪漫的磁场频率出现 你会去深入 深入其中 并且去享受爱情这件事情 这是值得你去挖掘的一件一件事情 并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人 他给你的一些东西都是很温情的 当这个人出现 他也有很大的一个能量在去调节你 其实我觉得这种调节不一定完全是治愈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良好的良性的转化 第二张那我们抽到天使卡是ask your angels 那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啊 你们可以跟自己身旁的天使指导灵 守护灵 你们的高我 或者说目前你们所信仰的宗教体系当中的神灵 进行一些祈祷 我觉得其实天使正在帮助你们 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交往 或者说你们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现在生活当中 你们都可以跟天使去沟通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 当我冥想之后 有的朋友会会做梦吧 或者有的朋友会看到一些天使数字啊 等等一些sign出现在生活当中 有可能宇宙都在回馈我们的这些思想的线条 我们这些思绪其实它是无形的 但它也是物 当我们真正的跟宇宙进行连接 跟天使进行连接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回馈 当下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也会有一点纳闷 或者说一部分的朋友 如果你们经历过感情的挫折的时候 你们也会有一点就说 防备之心吧 我觉得在情感这件事情啊 你们在这段时间 往往需要先去整理好自己 而你们的天使也会把这个对的人 送到你们的周围 所以说当我们去找这一个脱单对象 或是对的人的同时 我们也正在成为一个对的自己啊 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好吗 OK 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卡牌又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观看 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的生活 就是开心平安幸福的 那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旅程当中 能够去寻找到新的自己 和那一个新的对的人好吗 OK 那感谢大家今天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